从做擎天柱本身 以及花了这么多钱而来看 这是个非常幼稚的行为 但是在做擎天柱的过程当中 所付出的专注 泪水 甚至是血汗 我觉得有这样的执着精神 如果他的梦醒了 他应该干什么事都可能会成功 我们一天到晚在教别人的时候说 孩子你不要这么幼稚啊 你应该面对生活啊等等等等 往往这样说的人 自己的梦想从未放飞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李博如果是个 有远见的聪明的女孩 应该能够看到这一点 只是希望你的梦 能够快点醒 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钮旁边 秦天柱真的会来吗 如果他不来你怎么办 我大哥秦天柱答应我了 如果他不来 你不能独立完成吗 他肯定会来 你觉得李博会来吗 这个你问到这个问题吧 问到我心里特别坎坷 我能不回答呗 挺难受的 如果李博来了 却不为所动 这个比上一个问题更难受 必须回答 因为你必须面对 如果他来了 不接受你的求婚 不为你的秦天柱所动 你怎么办 没有攻不破的城市 没有拿不下的江山 别跟我在这儿丢豪言壮语 我问你的是生活还要继续 你怎么继续 你是继续再做一个更大的秦天柱 还是去老老实实找工作 我还会再次 再继续地追求他 追求他 我相信 我所指的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追求他 用什么样的方式 过自己将来的生活 我会去踏踏实实地 找份工作 还有一个要减肥 好吧 好